今天跟大家最后讲一个故事 相传有一个比丘 他是舍未成的人 他曾经听闻佛陀说法而出家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他就是非常怕死 而且他不管是白天晚上 只要听见外面的风声 那些鸟兽 那些怪物 这种叫的声音 或者他看见一种枯木 在摇动 在摇颤 就会感到 哎哟 要死了 死亡的危险 感觉到算了 问题他知道了 感觉了之后 他有一个不好习惯 他就叫救命啊 到处奔跑 到处喊 那么 他不曾想到 他就是没有想过 他自己终有一天 会死的 如果他知道 他自己 终有一天也会死 他可能就不怕死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死 他没有计划过 我在人生活多少年 我将要做些什么 我在这个最后的多少年当中 我要做出什么样 能够离苦得乐的 操作六道的事情 他都没有想过 他就是怕死 他怕死的心里 被所有的比丘 全部都知道 有一天 比丘们在法堂上 就谈论他 有人说 你知道吗 听说他十分怕死 他整天被死所威胁 他心里很痛苦 有一个法师就说 做比丘的人嘛 应该确信自己 肯定会死的嘛 要自己观想啊 能够理解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大家都在讲的时候呢 佛陀进来了 佛陀进来 看了他们一眼 就问道 你们聚集在这里 说些什么 比丘们马上就答道 佛陀 是关于怕死比丘的事情 佛陀就把那个比丘 叫来问道 听说你很怕死啊 真的吗 是的 佛陀 我非常怕死 于是佛陀 转向大家说道 众比丘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 讥笑他 不满意 与他 他所以非常怕死 并不是 没有 缘由的 那是因为 他前生 曾有过 如此的遭遇 因为佛陀 因为佛陀 非常喜欢讲英国 就说起一段过去 他的英国来 佛陀说 从前有一个国王 当他执政的时候 曾经呢 将律用的宝像 就一头大象 交给丝相人 就是 丝养大象的人 叫他呢 教这个大象呢 不动树的训练 就站在那里 不要动 因为大象很喜欢动的 你看他的脚 总是走来走去 于是呢 这个丝相人呢 这个丝养大象的 训相人 他就把象啊 吊在了木桩上面 使这头象呢 不能共弹 然后呢 他就用各种各样的竹枪啊 把四周围绕起来 因为他一逃的话 那些竹枪就会刺伤这个象 他就开始不动树的训练 那么这头大象呢 忍不住受训练的苦 他凭借着他 宽大的身材 毁了那些木桩 他就踩扁了 边上围住他那些木桩啊 冲开人群 奔入深山去了 人们追啊 象跑了 追啊追啊 追到山上 追不回来了 因为他跑得很快 只好放弃回来了 象到了山中之后呢 他非常的孤独 他就怕被绑起来猝死 他因为脑子里还是那种被绑起来的感觉 他听到风声 他就会非常的 金颤颤着怕死 拼命地逃来逃去 好像呢 仍然被绑在木桩上一样 受到不动树的训练一样 就是要打他了 要把他捆起来 就这样 这头象 身心失去了安全感 老是颤抖地在徘徊 在深山当中的 这个树绳啊 过去说深山当中啊 树有树绳的了 他看了象的失常 这个树绳啊 就在树林当中啊 唱起歌来 这个微弱的树草啊 在裂风中啊 摇曳 他却视若常事 象啊象啊 你若为此而恐惧 无疑地将自我消顺而死去 这是树绳 给那头象唱了 树绳就这样 激励失常的狂象 就是唱给他听 让他要稳住 再这样下去 你会死掉的 因此这个象 后来慢慢地减少了恐惧 但是呢 在他的潜意识的心里呢 还是继续有恐惧在起作用 那么那个时候的狂象呢 佛陀说 就是这个比丘 他非常的怕死 并不能救不死 所以佛陀告诉大家 唯有解脱生死的人 才永远不会死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从没有到有的过程 我们没有命 到人间来 我们有命了 我们没有父母亲到人间来了 给了我们父母 我们没有师父 我们没有学校 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衣服 一切是到了人间 从无有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真正的解脱 是内心的解脱 因为你所有的 从无有到有的那些物质 或者人 都会随着你的生命而消失 你只有在心中解脱 这个世界才会整个变样 但是我们人的毛病 往往都想改变世界 希望世界随着自己的心意变 但是师父告诉你们 谁都能决定自己 不能改变世界 所以最好改变的方法 就是改变自己 所以不管最终 有没有名誉地位 有没有钱财 因为我们失去了过去和现在 我们还没有到达未来 我们还在六道中轮回 只是一时感觉自我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金刚经说的 如梦幻泡影一刹那 所以用观世音菩萨的 净瓶水 来洗地我们的内心的 肮脏的灵魂 所以才最终让我们会领悟 无事无心是自然 无事无非是智力啊 感谢您的观世音菩萨 谢谢大家